商事還好 因為我們剛才是直接從台車上摔掉 對啊 對 還幫我們還原一下剛剛的狀況 那你現在的狀況如何 我剛剛是站在主席台旁邊 因為我要保護韓院長 那中央士兵委員在一樓 他自己找了一個椅子 墊他的腳 所以他就踩著那個椅子要跳上來 所以呢 我就站在旁邊 保護韓院長的時候 被他撲上來 撲倒在地 對 但是我是從桌子上掉下來 所以我的腳 就是有受傷 可是他當下 可能他自己有點不好意思 他一直跟我道歉 但是我覺得 這個暴力真的不是很好 因為你不分青紅照白的 不管是誰 你就是用盡生命 在那邊撲倒 我個人是強力譴責 有他的動作 因為他不是說碰到一下就下雨 他是 他只能把你壓在地上 對啊 因為他要去佔領院長的椅子 所以他必須要把我 整個人揣到旁邊去 對 對 我非常感謝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這次所有的委員都非常的團結 畢竟我們已經 輪班在議場外面排班三天 然後大家互相送暖 送宵夜 送吃的 所以我們從今天 早上五點開始 我們就知道我們要全部都站在一起 對 所以當下我雖然 他就趕倒了 跟他一起滾在地上 然後又被他從桌上推下來 可是所有的委員就一擁而上了 幫忙把他架開 是 委員過去在這個議場裡面的衝突 其實扮演委員 對於男委員跟女委員的分跡 他是很在乎的 那你們對這部分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覺得我們不分 因為畢竟台灣現在是一個多元共榮的社會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需要一直去講說 一定是什麼性別一定會被騷擾 但我覺得肢體的碰觸都是不好的 嗯 我還沒有去醫護師 真的嗎 我還沒有去醫護師 但是我 但是我 但是我還是會 留在會場的 對我來說 這個比較重要 就會痛 可是當過媽媽的人 其實都很能忍的 大家有生過小孩 就知道生小孩有多痛 其實我只是在保護韓院長 我沒有想到會發生這件事情 對對對 我沒有想要跟人家打架的意思 我只是想把韓院長旁邊的位置 站好 對 這是 那會 您算是變成傷兵名單了 待會會改變一下你的防守位置嗎 還是一樣在那一個 不可能的啦 我們是國民黨的人 我們不會有傷兵的 我們就算受傷一定會繼續沾下去 喔 好 不可能的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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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